香炒五丁 炒五丁属于自创菜,充分利用了冰箱里各种剩余的食材 主要食材有土豆、胡萝卜、青椒、洋葱和里吉肉 肉香中有土豆的软糯、胡萝卜的香甜、青椒和洋葱的味道 更津添了这道菜的浓郁,是非常好吃的香饭菜 准备里吉肉 改刀切成小丁 碗中放入胡椒粉 料酒 少许生抽 搅拌均匀 放入少许淀粉 搅拌好备用 土豆洗进去皮 切成小丁 尽量切得小一些,方便入味 胡萝卜 胡萝卜同样切成小丁 青椒 切丁 全部准备好备用 锅中放油 倒入土豆和胡萝卜煸炒 火不要太大,以免炒糊 炒至微微浆黄即可 剩出备用 用煸炒剩余的油炒至肉丁 放入葱姜末去腥 倒入适量的生抽 炒至肉丁入味 倒入青椒和洋葱 炒至断生,入味 放入煸炒好的土豆胡萝卜 继续翻炒 裹满汤汁 加入少许盐 少许鸡精 翻炒均匀后关火出锅 这道菜色香味俱全 配衣米饭更是美味可口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优优独播 she juts